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刘秀会被打死的 程将军 你看清楚了 绝对假不了 自从刘秀进了院门 说的每个字 我都听得清楚 这回啊 他是真的怕死 即便他是活着 还不如死了 甚至比死还难受啊 传朕的旨 老师 朕赐刘秀与殷丽华成婚 你们都去背一份礼 派些人去把他们家弄得喜庆点 朕让刘秀也高兴高兴 沐印王 咱们真的去给刘秀贺喜啊 贺哥屁 咱们是找人去盯着他 我看刘秀他是装出来的 那咱们怎么办 贾父邓宇都放出来了 那邓臣李通他们也都在 他们要是再闹起来 那可就麻烦了 闹什么 马上派人给张某传信 让他先把岑鹏给灭了 贾父他们刚出长安 不会走得太远 汪将军 你带些人把他们也杀了 没了这些帮手 刘秀才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对 沐印王说得是 我这就去办 来来来 过来帮帮 好 来了 放这 放这 好好好 来 拿走 把这 放这 放这 好 拿走 拿走 来 你去点 摆正了 摆正了 来 来 快点快点 来来来 小姐 都别干了 出去 出去啊你 是 怎么了花卷 小姐 你看看 他们这是干什么呀 天柱将军的尸骨未寒 他就要成婚 他还有没有良心啊 花卷 文殊不是那样的人 还不是 小姐 咱们走吧 咱们离开长安 回殷家庄去 他心里一定有很多苦 我不能走 不能留下他一个人 小姐 你怎么能嫁这种人哪 从小把他代大的亲哥哥 他都这样对待 他能对你好吗 再说他 好 温叔 你别在意啊 没事儿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 也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在意什么呀 searched 香港每个人都没有占统呃 我还在意了 记得为听欧子 也该换换衣服了 一会儿 有很多朝廷的大人要来 来 大哥 咱们现在怎么办 长安是不能再呆了 咱们去找岑鹏 想办法要把汉军留住 对 大哥的仇咱们一定要报 刘秀怕死 咱们不怕死 各位 你们真的相信 文殊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他为了活命 当着满朝文武辱骂大哥 求刘璇解散汉军 难道我们还能不信吗 我不信 我也不信 咱们在这荒郊野地 祭奠刘衍大哥 他在干什么 他在娶媳妇 想想 想想 那天 文殊他只有在刘璇面前说了那些话 刘璇才放了你和我 他放了我们 不就是想让咱们在大家面前 说文殊的坏话吗 对啊 有道理 要不咱们再回去看看三将军 嘉先生 既说得也对 可是文殊为什么让如玄拆散汉军 没了汉军 咱们拿什么跟刘璇斗啊 是啊 汉军才是咱们的根 只有汉军没了 刘璇他才心中有底 不过我看 李仪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 李通 在 你赶快通知残鹏 让他小心张毛 是 藏公 在 你和我留在此地 想个办法再进长安 我也去 我也去 站住 贾夫 你们往哪儿跑 贾先生 快点 你们快走 快 你们跑不了了 弟兄们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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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感谢你的 他们也会理解你 壁皇 只我者 你也 谢谢你 温叔 今天是咱们的好日子 来 咱们一起敬大哥一杯吧 我过来不离开 有不离开 我感谢你 不离开 我感觉的 我很爱 大哥 你放心 文叔 要学愿望勾进 我心肠胆 绝不辜负你 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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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通呢 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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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的 我跟他们没完 贾先生 怎么办呢 现在当务之急事 先给岑鹏报个信 他们既然不放过咱们 更不会放过汉军 邓辰 在 你和邓宇还有刘凤 赶快去找陈锋 我和藏官还有蛇姑娘 留下来再看看 这太危险了 事关重大 顾不了那么多了 咱们不能没有汉军 更不能没有文叔 嗯 你躺着吧 外面那些监视你的人都已经撤走了 好 贾先生他们有消息吗 你先想想你自己吧 我做这一切 就是为了他们 如果他们要是出了什么事 那就真完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懂你的心思 他们现在不懂 将来也会懂的 将来 我们要在长安认很久吗 也许会很久 汉军一撤 赤魅军必定会有动作 再加上河北的王郎 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 又要大乱 而我现在 只能躺在这儿 眼睁睁地看着 大乱大智 文叔 他们越乱 你就越有机会 你就越有机会 但愿能如我所愿哪 乌印王 承担还没有消息啊 乌印王 乌印王 承担回来了 怎么样了 张某已经杀手了 家父就算是这次倒了 他也是孤家寡人了 记住 一定要斩禁杀绝 对对对 那赤梅君怎么办 小小赤梅能有多大危险 只要咱们把刘衍一族统统杀光 那这天下就太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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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好 好 zn 慢着 万岁 这些女子 可都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 你拿什么赏我呀 你说赏什么就赏什么 好 万岁精口欲言 可是不能改的呀 不改 不改 但是为了 让啊 而可 你 你 你要气死朕的你 万岁啊 是他们美 还是我美啊 你美 你美 那就好 我就请万岁赏我一封号 封我天下第一美人 这宫中的女子 不能有一个比我美的 比我美的都是妖精 我会见一个杀一个的 啊 啊什么啊 来 怎么了你 我做的菜不好吃吗 啊 不不 好吃 好吃 你最近怎么了 总是愁眉不展的 有新事啊 叶子 刘璇杀了刘衍 又灭了汉军 看着天下还有乱 乱就乱呗 我呀 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你是公主啊 你就愿意这么过一辈子 是公主又怎么样 我呀都听你的 你当山代王 我就是你的压寨夫人 你去讨饭啊 我就给你端碗筷 不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俺要让你过长比公主还好的日子 俺想你留盆子当皇帝 那样你就是皇帝的姐姐了 可盆子她还是个孩子呀 那怎么成啊 成 永安保着她 什么都成 快 快 快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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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过来 快 来啊 你要打我吗 我只有一回放牛放丢了两头 我已经挨过板子了 看你的熊 这回是好事 说不定让你当皇帝呢 我不当 每次轮到我当皇帝 准挨打 我当小兵吧 这孩子 你呀 要不回去 我叫三老来抓你了 别见了姐 你呀还是换个人吧 我来了 我来了 来呀来来 住 景帝啊 俺要在你的子孙里边 选一个当皇帝的 叫醒醒你 看看哪个能成气候 就跳一个签出来 过来盆子 快点 我姐 来来来 过来 过来 大家都听着 这个签筒里头 只有一个签上写着皇帝 其他都是空的 你们当中谁是真命天子 自然会抽到有字的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快点儿吧 快点儿吧 我手都痒痒了 是啊 快抓了 是啊 好 现在开始抽签 来 抽签 抽签 来 都没人了 都怪我杀生杀得太多 早知道 抽签能当皇帝 我干吗敢杀出这行物 是 是 来 这一个啊 杀鸡也不成啊 来来来来 砍砍砍砍砍 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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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话呢 盘子 你这命理就走啦 你过来 过来 该你了 半三老 姐夫 我不抽了 我那个签就给别人吧 别人是别人 你是你 就你抽 你就抽 我不要 人家的都没字 就我这个有字 有字 原来刘盆子是真命天子 来来来 我不我不 过来 姐 过来 过来 坐这儿 坐 不 坐好 就你坐好 你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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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叩见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谁能叩见五皇万岁万万岁 来 吃 可以 给我看看 真行啊 好样的 吃啊 万岁 张卯急报 是 什么事 赤梅君樊崇 已经立了景帝子后 留盆子为帝 留盆子 这刘盆子是何许人也啊 这刘盆子是何许人也啊 臣已经查过 这个刘盆子 确系景帝后裔 早在王莽篡汉之初 其父就被贬到山东去了 他们怎么知道玉玺的事啊 这个事嘛 他所有的人都知道 放屁 传一道纸 让天下的人把玉玺的事说清楚 万岁 别急啊 臣以为 这道纸还是免了吧 这事儿会越描越黑啊 越描越黑 为什么 万岁 你想啊 这赤梅君樊崇 如此大胆妄为 实在是可泣 可是 这都是刘秀仲下的祸根啊 如果早一点发兵讨伐 那赤梅君也许早就给灭了 臣以为 现在发兵正好 还为时不安 万岁 你该降一道旨 肇事天下 就说赤梅君 理刘盆子为帝 而这个刘盆子 却是个假皇族 对 发兵 一定要发兵讨伐 吴玉王 朕封你为大司徒 掌管兵权 速速发兵 剿灭赤梅 不得有误 谢万岁 一字双关 丽华是没有办法 只好为为旧赵 可惜啊太急了些 若是弃子转换 你又如何 虽然没有成算 碧华也只好硬着头皮 走下去了 也许再忍耐一下 会有更好的结果 你这对棋子虽围在其中 但是我的外围并非无懈可击 你若做结的抵抗 借打结之机 再伺机突围 岂不更妙 妙是妙 可是更险 险是险了些 可只有这样 才有翻盘之机啊 小姐 小姐 华娟 还一口一个小姐的 应该叫夫人 华娟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菜呢 夫人 我听了一个大消息 说赤梅君立了个皇帝 谁 说什么景帝之后 叫留盆子 留盆子 你知道 她的姐姐叫燕子 是樊崇的夫人 那樊崇就是留盆子的姐夫了 又是一个热衷权势之人 华娟 有没有贾先生他们的消息 没有 三将军街上贴了告示 说这留盆子是假的 刘玄封了李毅大司徒 命他调集人马 前往灭角赤梅 文殊 这对你是好消息啊 是好消息 可也是坏消息 山东境内有两支大军 一是岑鹏 一是张某 樊崇竟敢在这个时候 立地称王 一定 一定是有了什么变故 你是说 岑将军他们 迟到今日 还没有任何贾先生他们的消息 我是担心 李毅不会放过他们 那怎么办 什么也不能办 咱们 只有等待 只有等待 贾先生 咱们进不了长安怎么办啊 我看咱们在等等 咱们在外面 三将军在里面 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蛇姑娘 既然咱们没有听到文殊的任何消息 他就应该没事吧 咱们还得想想办法 是啊 文殊处心积虑地救下咱们 他也一定在等待机会 我担心的倒是岑鹏他们 樊崇立地 朝廷又出众兵 岑鹏他们的日子一定不好过 爹 咱们在这歇会儿吧 来 好吧 来 来 爹 凤哥哥会找到岑叔叔吗 会的 哥 刘璇也太狠了 早知如此 当初真该一刀砍了他 这一刀咱们先记下 早晚是会有这么一天的 我还是想不通 文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真像贾先生所说那样 咱们可是太委屈文殊了 爹 二叔 三舅他不会的 你怎么会知道 三舅当初为了救娘和我 他什么都不怕 他不会怕死的 是岑将军 是岑将军 岑将军 岑将军 可算见到你们了 是啊是啊 我对不住大家 对不起天助将军 什么都别说了 人算不如天算 谁也不知道 刘贤会这么狠 我听刘凤说 三将军他 三将军还在长安 三将军 汉军还有多少人 都打散了 我找了这么多天 才聚起了两千多人 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继续找 汉军不能没有 既然张某已经和赤梅打起来了 咱们就趁这个机会 把汉军重新建起来 对 咱们把汉军重新建起来 都是你干的好事 张某这个混蛋 朕给了他那么多的兵马 连个赤梅都打不过 早知如此 还不如当初就听了刘秀的话 万岁 千万不可 咱们刚废了刘衍这只虎 不能再招反重这群狼了 陈一鸣王翔 再掉一切人马 一定要把赤梅军挡在山洞 党 朕要的是面 朕奉给你这个大司徒的职务 是为了让你在朝中享清福吗 是 是万岁 臣一定想办法剿灭吃梅 柳秀现在怎么样了 万岁 是 臣一直在监视着他 刘秀倒是老实得很 平常呢连院子都不出 每天只是念念诗经 下下棋 谈谈琴什么的 他倒是会想清贤哪 是 万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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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了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雅 你派了王翔去杀贾富 又派张某去杀岑鹏 这些朕都知道 万岁恕罪 万岁恕罪 臣是为了大汉的鸡叶着想啊 万岁 你是怕自己杀了刘衍 他们会来杀你 算了吧 朕 念你平时对朕还算忠心 朕 朕 就饶了你这回 谢万岁 倘若是以后 你再背着朕 干一些不得体的事 是 朕可饶不了你 谢万岁 谢万岁 下去吧 谢万岁 谢万岁 你要干什么 我宰了他 走 走 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快 快 快 走 快 夫人 我送茶去 我可是越来越闹不明白 三将军这是干什么呀 你猜 我可是不敢再猜了 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 我还以为他真的是个怕死鬼 你们两个在背后笑我 我哪敢呢 夫人是在说三将军的琴比以前弹得更好了 是吗 文叔 现在听你的琴 比当年在殷家庄确有不同 少了些刀剑之气 多的却是万千气象 能纳百川之威 夫人过奖了 从明天起我要学钓鱼 学钓鱼 走 快点 那个是刘秀 各位到访 不知何事 你就是刘秀 正是 来啊 带走 是 是 我犯了什么事啊 你还挺能装傻 你竟敢串通流眼的余党 刺杀大司徒 好大的胆子 带走 走 走 小姐 小姐 不能去要小姐 文叔 万岁 行刺你的人抓到了吗 还没有 不过 臣以为是刘秀所指使 所以你把刘秀抓起来了 是不是 是 臣以为 你不是白天还跟我说 那个刘秀他整天待在房间里吗 既然他没出门 你又派来人监视 没人来找他 他怎么派人行刺啊 这 万岁 这 这臣就不明白了 怎么万岁 总是替刘秀说话 你看看 你倒反问起朕来了 臣不敢 臣 只是不明白 朕问你 自大朕进了魏阳宫以来 有多少个王侯 没上过贺表啊 七八位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是不服朕哪 今天 一个赤梅拿什么玉玺立了个留盆子 明天就有人把盆儿瓦儿子 再立个什么皇帝 一个樊崇 你都对付不了 你想叫朕四面楚歌呀 臣不敢 臣不敢 他们都说太皇太后 是把玉玺给刘秀的 你现在把刘秀杀了 那朕 让谁站出来替朕说话 这 这 还不快下去 把刘秀放了 明天朕要在太叶池见他 这 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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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旨